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晓明27日发文纪念 和爱妻Angela Baby登记结婚二周年 其实她当天也对网友母亲现身北京一间知名的湖景餐厅 且爱妻就在餐厅里拍戏 路人兴奋拿起手机抢拍 粉丝更是笑猜是来接Baby回家的 网友晒出照片 一台黑色轿车钉在餐厅前 黄晓明一身黑衣黑裤 黑色鸭舌帽十分低调 Angela Baby则是穿白色地恤 弯身准备上车 脸上还挂着笑容 由于该餐厅是热门拍摄场景 爱妻再次赶拍新戏创业时代 她应该是特别去接老婆 回家欢度结婚纪念日 黄晓明和Angela Baby交往五年登记结婚 选择日子527有我爱妻的特殊含义 她为妻子在上海举行世纪婚礼 当时誓词深情地说 即使我们到了七老八十了 没有牙了 走不动了 到那时候我也还是会像现在 一样 爱你 宠你 把你当作是我的小公主 对照两年来的宠妻举动 网友除了经过时间过得真快 众人也轮番线上祝福 马荣公开是爱送着马荣的底线是什么 521番微博秀恩爱马荣 公开是爱送着无底线 521番微博秀恩爱 521 近人皆知情侣之间彼此秀恩爱 发红包的日子 好像在这一天不发个朋友圈 就算奉告天下人自个是单身 秀个恩爱 标个白 没啥的 但是即使有这么一个人 居然也在微博上揭露时爱 还顺路发了自白 你说你这不是找妈妈 他就是实际版的我是潘金莲 机敏的你们 一定可以猜得到是谁 出轨门事情后 马荣就将自个原先的微博 以300万的报价成功卖出 又注册了一个新号 叫马荣公益工作室 尽管工作室是为了公益建立的 但网友们并不配合 微博下的留言相当精彩 被网友对了没钱 还在微博澄清说自个不差钱 并附赠一张堆满人民币的配图 一面称自个不差钱 一面在微博揭露宣称想让自个净身 出户不可能 最让人承受不住的是 马荣竟然微博公开是爱宋哲 马荣微博称 睡了个好觉 醒来一看爱的人都在身边 宋哲朋友圈都是这条狗 马荣公开是爱宋哲马荣的底线是什么 521发微博秀恩爱 不过网友并不配合 偶遭宋祖德爆料与王妃分手 谢霆锋忍无可忍发律师信息浪娱乐讯 北京时间5月27日消息 据香港媒体报道 季林心如雨或建华的工作室 其向内地娱乐评论家宋祖德发律师信 不愤婚夫妻却被对方指为非法同居 发律师信以及澄清声明后 宋祖德迅速道歉 早前宋祖德在微博声称谢霆锋 与王妃已分手 他扬言如果报错了就直播之事 后来还说谢霆锋输了 我有风度 我不逼他吃 然 后再说 我赢了 谢霆锋助手正式间接承认 风妃分手 我不想看到谢霆锋吃 虽然他输了 到此为止 遭受网络诽谤发声明昨天 5月26日 英皇娱乐有限公司 谢霆锋 霍文西不再忍让 并委托北京望恒律师事务所 向宋祖德发律师信 并就近日遭受网络诽谤 一事发声明 至2017年5月24日 微博用户蔚来网 发布了一篇文章 称谢霆锋也分手 并声称为谢霆锋助手 霍文西证实的 但是该文对谢霆锋的描述 并不属实 霍文西也从未就此事 发表任何回应 声明至该文章 还在线上 已被阅读于三万次 及遭大量不明真相的媒体 和网络用户在进行转载 同时还提起微博用户 宋祖德发布多篇网文 多次人身攻击谢霆锋 宋祖德删除天文谢霆锋 霍文西对这些不实内容 表示震惊 委托律师发表声明 声明如下 相关微博用户 及转载上诉 捕食文章的媒体 网络用户应立即采取评 B 断开链接等方式 停止虚假 及具侵害性的报道 英皇娱乐 谢霆锋先生和霍文西小姐 保留追究相关方责任的权利 并将坚决通过法律途径 抵制网络暴力 追谣言抛制者 含转载者的法律责任 换言之他们必追究到底 究竟宋祖德会否再次公开道歉 平息风波 以及维持史论埋伴 声明发出后 宋祖德立刻删除其相关贴文 盈盈宋承县因现韩令与刘亦非分手 南方公司回应否认网 亦娱乐5月27日报道 27日 宋承县方回应了近日与刘 亦非分手的传闻 宋承县方相关人士 向韩国媒体表示 最近中国方面传出的宋承县和刘 亦非分手亦说不是事实 尤其是因为现韩令分手 更是毫无根据的 两人目前依然在美好的交往中 据悉 近日 有中国媒体报道了宋承县迫于现韩令压力 向刘亦非提出了分手的消息 该媒体报道 称 在现韩令后 刘亦非与宋承县的关系变得很尴尬 因为与韩国人交往 许多网友对这段恋情持反对态度 刘亦非为了照顾粉丝们的心情 很少提及和宋承县恋爱的事情 宋承县近日迫于压力 单方面向刘亦非提出了分手 称不能带给刘亦非幸福 刘亦非与宋承县 因合作拍摄电影《第三种爱情》结缘相恋 之后在2015年公开了恋情